今天我们有80宗确诊个案 其中5宗输入性个案 43宗是与其他个案有相关的 另外32宗是暂时未找到源头的个案 另外我们还有50宗左右就是初步确诊个案 那5宗输入性个案 分别是3591、3592、3597、3652和3652 一宗是俄罗斯过来的 两宗是空中工作人员 一个是埃塞俄比亚经马尼拉回香港的 另外一宗是比利是货运空中工作人员 另外还有两位是菲律宾过来的外傭 他们在酒店做隔离的时候 最后第12天的样本测试是阳性的 另外就是有大概36宗 在家居的接触感染 或者同行有相聚的时候感染的个案 另外就是STAR GLOBAL 那里都有两宗确诊个案 那顺龄道那个径福护路中心 都多了一宗确诊个案 那另外就是洪瓣街市 那里有两宗有两个确诊个案 分别是3668和3643的 那另外土瓜环都是多了一宗 又是乳档的确诊个案 我们都觉得好像是有些关联 因为其实那些洞口都比较近 还有可能他们人与人之间 可能有关联 又可能环境那里都有些污染 所以都请了这个香港大学的原教授 就会去那两个街市做试册 还有就是可能会拿一些 看看防疫的措施 还有看一下环境 会不会需要拿些样本 做一些测试 所以这两个街市 都会今天提早都会删当的 还有就是可能都会 做一些大清洗的情况 这样 我觉得你不过有点 在这边 选择 向前的 刑当中 你不过 还是 你不过